探索科学新知 体验生活科学 今天的发现科学专题要带你来看看 我们偶尔会在天边看见一片美丽的火烧云 而其实这个火烧云的行程 最关键的就是在阳光透过大气层的角度 另外红光的波长最长 所以比较容易会穿透出云存 带你一块深入了解 天空被抹上一层橘红色颜料 明亮又耀眼 天边云朵红彤彤一片 像正被火焰燃烧 这美丽的自然景致火烧云 是如何出现在天际之间 我们气象上就叫做霞或霞光 最主要是因为在清晨或者是傍晚的时候 太阳光它通过大气层的距离 因为它是斜色 所以它的距离是最长的 所以有更多的这种比较偏短坡的这种光 就全部被反射掉 红色火烧云跟光学当中的锐利散射有关系 锐利散射 那它大致上是在讲解 长坡长的光跟短坡长的光 短坡长比较容易被散射 你今天从侧边看太阳的时候 你看到的打入你眼睛只剩下好不容易跑到你眼睛的长坡长的红光 太阳光由红尘黄绿蓝电子漆色所组成 红尘光波长最长也不容易被散射 波长比较短的蓝紫光容易被散射 就成为火烧云 这个物理线上也能透过小实验实际演证 如果没有颗粒的时候 白光是直接全部透过去 没有任何的光被散射出来 手电筒代表太阳光 中间的水缸是大气层 而滴入水缸里的牛奶 等于大气层当中存在着的悬浮微粒 水缸里面的这些悬浮微粒 它就散射出了比较短坡长的蓝紫光 那因为紫光我们眼睛看比较看不太清楚 所以你看到的是蓝光居多 而能够走到最后的呢 这次就是比较长坡长的红光 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夕阳是红的 在手电筒照射之下 短坡长的蓝光碰到了水缸中的微粒 先散射出来 所以水缸呈现蓝色 代表云朵的棉花上头出现了红黄光 这等于是绚烂火烧云的缩小版 而火烧云现象常出现在台风前后 台风它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对流的云系 但是它在台风前缘的时候 它高层会有一些比较这种高层的云 比较薄的云 所以当有这些云在台风来临之前 那我们在这个清晨或者是在傍晚的时候 就比较容易会看到这种所谓火烧云的现象 能见度越高越有利于光的行径 如果台风已经相对接近台湾 浓厚的云系已遮蔽了阳光 也无法看见火烧云 或是中国沿岸有午后发展起来的 强对流天气系统 云层太厚 导致光无法抵达上空 也不会产生火烧云 是当北边有一些封面接近我们的时候 那么封面接近来的前缘 它也会有一些比较薄的一些云系出现 那就很容易在清晨或在傍晚左右 就会出现这种火烧云 他们说这种摄影的这种出大景的一个天气现象 而且当高气压笼罩台湾 虽然天气晴朗能见度很高 火烧云可能也无法形成 因为下沉气流抑制悬浮粒子及水气上升 不利于云的生成 没有云可以反射红光 火烧云也无法形成 天空千变万化 在看不见的大气当中 有许多科学奥妙症不断发生 但也必须天时地利人和才能一保眼福